那一开始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本作者好不好 这个田岛英子 她好像是日本的 这个亲子教育专家 其实田岛英子小姐 她原本跟亲子这一块 是很不搭嘎的 她就是只是一个 三个孩子的妈妈 可是就是因为 她在教养的过程中 她常常遇到很多的问题 然后比方说她会 她在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她在教养的过程中 她其实很帮手帮脚 因为会怕说 被别人的姿子点点说 你这样子教不好啊 你那样教不对啊 你应该怎么教 因为怕被自己的老公 怕自己被自己的爸爸妈妈 甚至公公婆婆 或者是邻居子子点点 所以她一直很疑惑 很困惑说教养这块 这条路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 比较正规的一条路 让她有个规范让她去走 但教养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嘛 就是见仁见智 所以呢她就开始去进修 然后开始改变 自己教养小孩子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教养小孩子的方式 跟她的进修融合在一起 然后写人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书名叫 这些看不见的能力 比成绩更重要 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其实不是要教你 怎样去教出一个考试100分 然后才艺18班冬会的小孩子 而是要告诉你说 哪一些的能力 对于她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 常常会去幻想说 小朋友长大以后会做什么啊 然后她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啊 她会在什么样的公司上班啊 可是你虽然想归想 可是在目前为止 如果你的孩子正在就读阶段 你可能追求的还是成绩 还是名次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撇开这些实质上的成绩啊 名次之类我们好好来谈谈说 你从生活中的习惯跟教养中 你可以教出什么样的孩子 有一句话说孩子是父母的照妖镜 其实你在小孩子身上看到的一些坏习惯 其实都是源自于父母本身带过来的 因为小孩子一开始他没有学习的对象 所以他最简单就是观察父母亲在做什么 那常常你在做什么 无形中他看到之后呢 他就会学起来 那不经意他就会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言语哦 那其实这本书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作者 他亲身的一个这个教养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会比成绩更重要 那其实这本书呢 总共分为这个五大章节哦 那有些章节呢 从这个章节名称就可以一针见学的 去提到这个章节的他的重要性 比如说我们先来聊到第一章好了 哪一些的坏习惯会让小孩长大 对社会适应不良 他有举了一些七个例子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首先先讲的是 比方说想要上厕所的时候 忍住不说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如果我在上课的时候肚子痛 然后想上厕所忍住不说 很正常啊 那如果忍不住就是举手嘛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 你所谓的理所当然 你所谓的正常 那是因为对于你自己来讲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忍耐的人 那你会觉得说 只忍一下到下课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对于一个不擅长忍耐 而且也不晓得 为什么忍耐的孩子来讲 他这只是一种变相的压抑 那慢慢的长大以后 他就会把这种 只要忍耐就可以度过的这种 变成他的习惯 等到他出社会以后 有个状况是 上司或公司一直丢工作给他 他就一直接一直接 然后每一次如果人家问他说 你还做得来吗 还OK吗 他的回答可能千叮一句都是 还可以 因为他习惯用忍耐来撑过一切 可是这样子长期下去不是办法 因为他用忍耐 他用压抑 然后只知道有一天 他可能因为工作过量 身体无法附和病倒了 所以应该要试着 就是让孩子把想法说出来 比方说小小一件事 你认为只是小小一个上厕所的事情 你就应该要去教他说 你可以比方说举手 然后让老师注意到你 如果你害羞 你可以用只有老师听到的音量 或者是思议老师走到你旁边 你跟他讲 你应该先引导他 怎么样去把想法表达出来 而不是用忍耐压抑去度过难关 其实这种状况呢 一般如果你父母亲没有刻意的教导的话 一般的小孩子他们都是用忍耐不敢说 然后就想说反正就忍到下课后 因为你上课讲出来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影响到老师上课的过程 第二个你可能会被其他小朋友笑 小朋友就会笑你说 你拉肚子啊 或者是什么 你怎么毛病那么多 所以你就习惯用忍耐不敢讲 其实从这边也可以延伸出 当你什么事情都是用忍耐来度过的话 以后你就会无形中到了长大之后 你可能遇到一些 就像刚刚何乔所提的 如果你上次过度分派过重的任务给你 你也不敢反抗 或者是你也不敢表达意见的话 你就只能压抑到自己 最后就造成自己的一个过劳这样子 所以这个变成说 其实父母亲就应该提早要教育小朋友 当你在课堂上有任何的问题 你只要感觉到不舒服 或者是你可能想打瞌睡了 你都可以很主动的跟老师讲 然后说你可能要去冲个脸啊 或者是上个厕所这样子 其实像我以前也是不敢讲 可是后来当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老师看到 你愿意主动表达 老师反而会很高兴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没反应 然后就撑在那里 撑到下课就哇 一哄而散大家去玩了 上课大家都不会有反应 那如果你愿意主动表达 跟老师表达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的话 其实老师反而会更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学生 对因为不会这样撑的 如果你撑出问题 老师还要承担这个结果 对那另外一个呢 是不会说善意的谎言 说到谎言这部分 我相信有很多父母就是 当你知道你的小孩说谎的时候 会很难过 对生气 伤心 然后想说为什么小孩子会这样子 是不是我跟他的沟通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不信任我 然后反而我一直自责 其实啊 说谎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交能力 尤其是善意的谎言 小朋友如果是先是说谎 他可能原因是因为怕被骂 对 然后想要逃避一些问题 想要隐瞒一些问题 其实你当时你知道他说谎说 你应该做的事是引导他说出实话 而且要让他知道说这个谎 说完了这个谎言以后 你后面的结果会什么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一个谎 还要再去原一个谎 那你如果让他早一点知道说 如果你说这个谎 后面会导致什么结果 早一点引导他 让他知道那个结果 其实等于是在告诉他说 其实你说实话会比说谎话好 这是在说谎 可是如果是善意的谎言就不一样 善意的谎言是一种同理心跟贴心 我们比方举个例好了 如果现在有人送金鸣礼生日礼物 但那个礼物其实是你很讨厌的 但是你还是会说 谢谢你我很喜欢 你总不会很严厉的跟他讲说 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这样很伤人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轮机交往过程中 偶尔的善意的谎言是需要的 所以书里面就提到善意的谎言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应该要 其实你讲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日本人的民族性就有关系 不管你送他什么大东西小东西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就是很惊讶很开心 然后这样子 不像我们台湾 你怎么送我这个 这个我没用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张杰讲到这个善意跟恶意的谎言 那其实我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说 其实也许小朋友他一开始 他还没有分辨什么是恶意跟善意的谎言之前 他为什么会说谎 在这本书有讲到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你们这本书也很贴心把他这个反黑字 把他标示出来 我才发现说 真的是一针见血 连我这个看到之后我就发现 原来小孩会说谎 不管这个谎话是善意或恶意的 是因为他的这个处境是比大人弱势 所以他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他只能靠说谎来自我保护 为了怕被大人骂 或者怕被老师骂这样子 所以他做了错事之后 他第一个反应被指责之后 他一定是先说谎 因为他害怕 那如果当你了解之后 你能够引导出来 告诉他说 其实你说实话之后反而不会受罚 他就会真的说实话 以后他就会养成习惯说 我做错事我就赶快承认 我反而会比隐瞒更好 因为隐瞒以后 你可能还要讲更多的谎言 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 对而且你隐瞒之后 大人会继续追问 那当然他继续追问 你就一直在想下一个谎言 那一直圆一直圆 圆到最后 你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痛苦 你一开始如果说很诚实的 马上回答 这当然也是 无形中也在教育这个家长 如果你的小朋友做错事 他第一个时间 他马上就承认的话 其实家长反而应该奖励这个小孩子 所以这样反而会让小孩子 以后养成习惯 做错事赶快认错 也许是他以前的经验中 或他的过程中 就已经有不好的印象 因为可能就曾经说了实话 然后马上被骂 所以他后来就想说 那我就不要说实话 我就改说谎话 所以在他小孩子说实话的当下 应该要给他鼓励 给他个拥抱 所以这样子 我反而想到前阵子 有看到一本书 这个有些父母亲 就会很这个奸诈的诱骗小孩子 说你乖乖给我说实话 你说实话就不处罚你 结果小孩就傻傻说了实话 结果就罵得更惨 打得更惨 那最后反而造成这小孩子的阴影 反而他长大之后 他就很习惯说谎 所以这个反而影响 他一辈子的这个后遗症 嗯 没错 那我们来讲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就是从不自我赞美 很多人不喜欢自我赞美 是因为怕说被别人觉得说 你太自信了 你太自以为是的 我不晓得比方说 金明如果现在有人赞美你的话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会是先 哦好谢谢 很大方的接受 还是说啊没有啦 没有啦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部分啊 在小朋友的心理上 他如果是 马上就否决自己的那一种 他其实就是一种 不认同自己的优点 那长期以往下来 他就很容易丧失自信 比方说这小朋友 他明明做事很细心 然后我们就夸奖了他 但是小朋友却觉得 没有啊没有 没有这样子啊 就是代表说 他完全就否定了自己 其实我们应该要 就是爸爸妈妈应该要以身作则 以后如果有人赞美你的小孩子 不管他赞美什么 你可以跟着小孩一起 或者带着小孩一起 大方的跟对方说谢谢 因为你这样子做 可以让他开始慢慢的认同自己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他认同自己的能力 然后认同自己的优点 其实对于他以后 在工作职场上是比较好的 比方说如果他是一个 很擅长倾听的 给意见 类似幕僚型的 可是结果他后来找的工作 是一个在处理行政事务 是不是很大财小用 而且他的能力就无法发挥 或者是他是一个 非常有创造力的人 就你把他放到一个 行政事务的工作上面 因为他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觉得 他做那份工作就可以了 可是实际上 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 其实这也是让无形中 让他的残忍一直不断的枯萎 所以这个章节最后也有提到说 当你这个接受自我认同之后 并不是要让你变得自大或傲慢 而是要让你自己客观的认清 自己的优缺点这样子 那如果人家确实赞美你的 是你真正的优点 你就大方接受 而不用说去刻意说 哎呀这个很自卑 或者是觉得说 你好像是在这个拍我马屁这样子 或者别人讲 你像你的优点 你马上讲出三项自己的缺点来 嗯嗯就自我否定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聊第二个章节 这些坏习惯会让小孩长大之后 变成容易的亲眼放弃 那举一些例子来帮我们说 第一个例子我最想举就是 一辈赞美就会想要开口讨奖励 有很多小朋友啊 他假如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会马上站在大人面前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那种就是在等待奖励 你这个不是讲男女朋友 有些女生 啊那我情人节到 那你要送我什么 那男生就会三条线 早知道我就不要提醒你这样 你错了 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话 女生才不会讲啊 女生只会说 哦后天好像是情人节 只会这样讲 不会讲 接下来那就要 那接下来就要男生自己体会 就不要讲啊 就哦我想睡觉 好我们来回到那个 一辈赞美就想讨礼物 因为其实到底奖励 它是一种奖赏 还是一种条件交换 其实我们要很搞得清楚 如果一旦小朋友做了什么事 你很习惯 马上就给他奖励的话 你真的会养成他 一做什么事 就会马上来跟你讨奖励 所以当你如果没有给他奖励的时候 他就会心生不满 然后有奖励 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那你想想看 这样子久了以后 他会怎么样 他以后只会为了奖励而做事 他缺少了一些自动自发 他所有做的事情 都可能只是因为有一个很强烈的诱因在那边 而不是为了自己 就是当你这个奖励消失的时候 他自然就不想做了 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好处了 对就摆烂在那边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这个 我们去一些海洋公园 看到那个海豚啊 为什么会一直跳 会表演 会翻跟斗 会玩球 就是因为 他每次做完一个表演之后 那个 他的训养师就会给他一条鱼吃 没错 那因为养海豚跟养小孩是不一样的 小孩有很多情绪 他并不是说 今天你这个对他好 他明天就忘记 那如果你养海豚可能很单纯 就是他做这个动作 你就给他一条鱼吃 然后他就知道 他每次跳一下 他就有东西吃这样子 但是小孩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够用每一次的奖励 来控制他的这个行为这样子 而且你这个奖励 到最后只会越来越大 你可能小时候给他一颗糖就可以了 可是再大一点 可能变成必须要付出金钱 或者甚至什么 出国旅游之类的 就是你那个奖励 要随他年纪的这个成长之后 你会可能会有一些人的这个欲望 你会越来越来填补 就反而会造成 你自己的一个教养上的困扰 因为小孩就像你讲的 一开始一颗糖果 他很高兴 到最后可能要一包 到最后可能还要吃一顿大餐 怎么样他才会满足 甚至以后可能要买下一家便利商店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奖励必须要适可而止 而不是说他一做什么事 你就马上奖励这样子 嗯没错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我要讲建议题的是 认为爸爸妈妈帮他整理房间 是理所当然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 因为这个节提到的就是一个 自己的领域跟他人领域的部分 我相信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新闻 都有人去侵犯别人或伤害别人 这些人通常他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去分辨 是你的领域或我的领域 那我们简单来讲 比方说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小小的时候 他没有分什么 没有你我的分别 可是他慢慢的长大 他其实是有自己的领域的分别 跟爸爸妈妈领域的分别 家里有小孩的应该都知道 小朋友常常都会搞出一种 叫做秘密基地 那没有什么 他可能就只是一个 年备搭起来像小帐篷一样 或者只是他房间的某一块 他把它称为秘密基地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衍生出来 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范围 他所谓的他的房间 其实爸爸妈妈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走进来 然后他说摆放的玩具文具用品 就是爸爸妈妈随时可以决定说 丢还是留 或整理怎样 所以等于说 你一直不断的是侵犯了他 他大家有个秘密基地 如果以我们大人来讲好了 每个那种自己的办公桌 你会无缘无故的跑去别人的桌上 帮他打扫整理 然后把东西丢掉 决定那些东西的去留 不会嘛 因为那是他的领域 然后你有自己的领域 同样的小朋友他也是一样 所以你要尊重他 如果你长期以往中是觉得说 他是我的小孩 这房子是我的 我们一起住 所以打扫走他的房间 决定他东西的去留 有我决定 那么你的小孩自然而来 他也不会去尊重别人 他可能到了学校以后 认为随时随便的打开别人的置物柜 拿走人家的东西丢掉 或者怎样 他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在家里就是这样被对待 所以他出去会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你爸妈 这个很习惯常常帮小孩 主动打扫他的房间的话 最后反而会造成一些反效果 小孩子也会理所当然认为说 没有所谓的领域或隐私权的问题 他也可以随时去帮人家 看到他桌面很乱 他就帮人家全部弄弄 全部丢掉 也许但是他里面也许有些重要的资料 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应该要随着小孩的成长 慢慢跟小孩子沟通 你的房间什么时候想要打扫 如果你想打扫的话 爸爸妈妈跟你一起来帮忙好不好 我一起来整理你的房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要自己定一个期限 你自己要把房间整理好 而不是主动就劈一啪就把你东西收干净 表面上收干净 可是回来小孩会气得要死 因为就是他可能 他很多东西都不小心被你丢掉 没错我就常常犯这件事 我有时候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 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会这样子 就是他们不在 那这时候我就开始大扫除 就很多我认为都不需要东西 我都烧掉 东西纸张 就回来说哭得乱七八糟 因为他觉得那个纸张 是他精心的美劳作品 是他的什么什么的 我才知道说 原来在我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坨废子 在他的眼里是他的借助 而且可能有些东西 这个小小便条子 是他跟他同学 互相留纸条的一个纪念 怀念 他想要珍藏起来 可是在我们大人眼光来讲 就觉得他是一张垃圾 然后一张废纸 然后里面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字 对啊 所以啊 如果你下次要在动手 亲密孩子的房间之前 请你先停住 想一下 然后去征询他的意见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 就是像金明刚刚讲的 你直接给他一个期限 然后请他自己动手 你只要在旁边就是帮忙收拾垃圾就好 你不要去主动干涉 然后去主导一切 甚至我觉得呢 如果说你可以在某一个假日 然后你就约定好 说我们今天大扫除 然后个人整理个人的房间 那整理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起去吃大餐 或者是去看电影 那小朋友知道说 他等一下要做这个事情 他就会动作非常的快 非常积极 因为他期待要赶快出去玩 或者是赶快去吃大餐 这样子 这样无形中也是增加生活的一种乐趣 这样 嗯 没错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 老是忘东忘西 让爸爸妈妈送东西到学校 这很常发生 只要你的小孩一旦上了小学 就很正常 什么今天忘记带课本 然后明天忘记带毛笔 美劳用品什么的都有 那很多爸爸妈妈就是 只要一接到小孩一通电话 好马上就火速的把东西送到学校 因为通常他们会觉得说 他没有带这个东西好可怜哦 他没有那个用品 可能会被老师骂 被同学笑 甚至他可能会当下会觉得很尴尬 自己别人都拿出来 为什么自己拿不出来 我可以体会爸爸妈妈这样的心情 可是其实如果爸爸妈妈 你就选择在孩子一通电话来后 你把东西火速送到学校 其实你是剥夺了他学习的权利 因为其实他忘记带东西这件事 对他来讲也是一项学习 是一个经验 而且是非常好的经验 他还小嘛 你让他忘记记住这种尴尬 或者是有羞辱的感觉 或者是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总比等到他长大以后 再来经历好 而且他会经过一次的教训 下次就会知道 比方说他这一次明明知道 明天有美劳课 却忘得到带美劳用品 那是不是他下次 在遇到这样的课表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去提醒自己说 他该带什么东西 因为如果你马上带给他 反而不会让他记得这次的教训 他就想说反正我只要东西忘了带 我爸妈随时都会送过来 没错 那另外呢 其实也可以就由这样的一个教训 去教育他 其实很多东西 你是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共用的 这个你今天忘记带东西 你就可以跟你的旁边的这个同学借用 那下次也许换他忘记带东西 那你也可以借他 反而可以帮助这个小朋友 开始慢慢学习所谓的社交生活 因为这个小朋友还小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东西 有时候都会有自我领域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那不能够随便跟人家分享 对而且你看如果他身边的同学 小朋友愿意借他 那小朋友见接他也是做了分享这个动作 对而且彼此的感情也会增加 对他接收到了这次的分享以后 他下次如果有同学忘记的 他也会有这样的同样的反应出去 所以这个是可以教导他 他们自己要怎么在学校 透过分享 透过这个暂时的借用 去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什么东西都要 父母赶快送过去 还有个我要提的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啃老族 就是长大以后都待假就吃了老爸老妈的 那现在要讲的这些叫做 不管做什么 你都会觉得累 我们身为父母的常常回到家 因为工作真的很累 我们回家真的会很容易脱口 就说今天好累 可是你知不知道 当你讲这个累的时候 无形中其实小孩子听在耳里 他其实就会想说 原来工作等于累 那是不是你就会让他觉得说 既然工作这么累 那是不是不要工作比较好 他就有这种感觉 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应该赋予小孩的是 工作等于收入 等于有美好的生活 也就是说 当你很累 你当然可以说很累 可是你不应该是 每天或随时随地就是 都在哀 对都在哀嚎 这样子小孩子看到 只会觉得说 你又长大 我不要工作了 这就是现在很多啃老族 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司 很长期工作 然后可能遇到一点点挫折 或者压力一点点 他就马上逃为家的 你这样讲是比较长远的影响 其实如果比较及时的影响 他可能明天下课完之后 你想你叫他做什么事 他也会跟你讲很累 因为他就是学到父母亲这一招 然后当他放学之后 你叫他整理房间 他就会告诉 哇上课好累 上班会累 上课当然也会累 所以这个马上就 他就会学习这个应用 在自己的一个生活上 对啊 所以这样讲的 孩子果然是父母的造妖精 对啊 所以如果你每天很快乐的下班 那当然小孩子回来之后 他就没有很这个很累 或者是很不快乐的这个心情 或跟理由 因为他看到爸妈回来 下班好快乐 那你上课应该也是很快乐 因为你交到新朋友 你学到新东西 那你在学校玩了一天 那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跟家里聚餐啊 吃饭啊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家庭娱乐 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回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第三章叫做 这些坏习惯会让小孩长大 人员差沟通不良 人员差沟通不良 我要先介绍的是 不主动跟人打招呼 很多父母啊 可能看到人的时候 会拍下小孩子说 叫人啊 叫阿姨啊 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这个动作 虽然是鼓励他 但是对他来讲是有压力的 我觉得不妨 爸爸妈妈从自己开始 比方说你遇到邻居 你就直接大声跟邻居问好 那小朋友看了他会学习 然后你如果比方说到亲戚朋友家 也主动跟人家问好 你先开口 让小孩子学习你的先开口 而不是一直在后面推 把他往前推 叫他去开口之类的 因为为什么要讲到说 要主动打招呼 因为主动打招呼 它根于你在人际交流上面 你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主导权 而且一个主动打招呼的人 他通常也是会营造一种 快乐的氛围 大家会喜欢 那你大家会喜欢 你就会自然而然 往你身边靠近嘛 因为你就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 而不是说 大家遇到一堆人的时候 你自己默不吭声 在旁边像个幽灵一样 那种也是会让人家 比较排斥的 所以刚刚讲这个 就是觉得说 你这个父母亲看到邻居 或看到施展 或者是看到朋友 你没有主动打招呼 你却一直要你的小孩 主动跟人家打招呼 那小孩子 当然第一个心不甘情不愿 第一个他也可能 会不服气嘛 说爸爸妈妈 你自己看到人都不叫 为什么我就一直要叫 这样子 所以本身是 你自己愿意主动热情的话 小孩子无形中根本不用叫 他就会主动热情 因为当你跟隔壁邻居 大人聊得很开心了 小朋友自然就会 跟隔壁邻居的小孩子 也会玩得很开心 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要介绍的是 爱骂时不说话 很多小朋友 在被骂的时候 都是点点 我相信 现在在听的 听众朋友 没有很多 你在上班的时候 可能被主管骂 被上司骂 你也是会安安静静的 但我们要探讨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有可能是 你小时候 就曾经因为被骂 然后你讲了 你想要表达 可是你可能一表达 就又被骂得更惨 就你要解释 对 结果你的记忆里面 就停留了 就把这个记忆记下来 所以你就知道说 爱骂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安静 忍耐 可是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做父母的 如果说当小朋友 做错事的时候 你应该用责备 而不是用发怒的责备 我觉得这很难做到 可是不管你是 生气的在骂他 还是很单纯的在责备他 你都一定要让小孩子 都知道说 他错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应该要怎么做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劈啪啦的发泄完 要发现到 好像刚刚并没有把小朋友 真正错在哪里 给他点出来 他只觉得自己受气了 然后被骂了一顿 其实刚刚讲到责备跟发怒 我觉得差别就是在发怒 你不给对方贬借 你就一直骂 单向的 那如果你责备的话 可能会有讨论空间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知道这么做 会造成什么样 当你用这样的一个情绪 跟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小朋友 他反而比较容易说出 他真心的话 也许他是有他的原因 那如果你用发怒的话 小朋友根本一句话 都不敢顶 然后他只能乖乖让你骂 等他长大之后 也许他就变成 那个乱骂的那个人 或者是 乖乖被骂的 一样继续乖乖被骂的人 就是变成两个 非常极端的角色 已经没有中间能够 沟通协调 那种比较中和 中庸的一个角色了 所以责备是会有回馈的 那问题只是单纯的发怒 就是发怒完什么都没有 对啊 比如说何乔 刚刚来是迟到 我就要问他说 你为什么迟到啊 这个就是责备 如果一来吧 你为什么迟到了 那这个就是发怒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金云刚刚是 很温和的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迟到啊 对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为什么 虽然我听了 还是觉得点点点 第四个章节 来有些这个习惯 会造成小孩子 职业上的讨厌鬼 会影响他的未来 这个职场 好 第一个我一定要推荐的就是 喜欢逛超市 或者是一看到四次区 就会像蜜蜂一样黏住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其实 你如果一看到四次区 或者一看到那些什么 推出什么限量的 新品的 你就往前去的话 他表示说 其实你会造成小孩子 分不出什么是想要跟需要 因为他已经被这个 特卖的一些这个氛围 所影响 对他会觉得免费就是最好 免费就是棒 然后折价限量 什么就是好 所以呢 如果你带着小朋友 去卖场啦 或者是去百货公司啊 如果看到什么四次的 或者他推出什么限量什么的 你自己要先按耐住 不要马上就是往那边冲过去 小孩子看在你眼里 妈妈都过去了 爸爸都过去了 我怎么能不过去呢 大家就一起在那边 花更多的钱 其实并不是免费的就是最好 其实那些免费的 或者促销的那些话语 我们也都知道是一些 是厂商的一些 行销的方法嘛 所以其实你应该要教导的是 其实不是免费的最好 有时候你不去拿那些 那些免费的东西 你反而是赚到 因为你可以少花钱 你可能因为去试吃了 或者去体验了 然后你花了更多的钱 而且这个造成小孩子 他无法控制他的这个 理财的这个观念 然后他无形中就会 看到免费 或看到买一送 或者是看到特价 他就赶快抢 他不会去冷静的思考说 这个东西到底需不需要 那即使这个东西 再便宜卖你 可是你不需要 对你来讲也是个浪费 也是个这个奢侈的一个行为 因为你真的是用不到的 像我身边有一些购物狂朋友 只要到周年庆 不管他有没有需要 他一定会去逛周年庆 然后每次一去逛就是买了几万块几万块的东西回家 然后问他说 你那个眼影不是上次才买的没多久吗 你套衣服不是上次才买多久 他想说现在周年庆很便宜 不买可惜 对 但是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用他 你放在那边只是摆在那边涨灰尘 所以你只是浪费更多的钱 那另外一个呢 要推荐的是比方说 暑假才刚过嘛 我们来讲一个就是 跟爸爸妈妈一起做出超完美的暑假作业 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到了暑假的时候 都会跟小朋友一起完成他作业 因为现在小朋友暑假作业 不像以前是出一本本子或考卷 而是他给你一个题目 你去完成 而且很多时候是要大人带他去 对 要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参观 然后再把它收集出来 但很多爸爸妈妈就是看到这一点 然后开始协助下来 与其说协助 其实我爸知道那比较像是主导 他会告诉小朋友说 你这边照片要这样子贴 你这边应该要这样子写 你这边应该可以画什么 整个都帮他规划的好好 其实小朋友只要接受指令照做 接受指令照做 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往回推 其实这样子需要出去的作业 到底是小朋友要的 还是你大人要的 其实做出来 其实是你大人 自己心里想要的那样 你想要做出一个漂漂亮亮的作业 然后让小朋友带去学校的时候说 哎呀 这个是我爸爸跟我一起做 但其实 简格来讲 这其实应该是爸爸 不妈妈做 不是他的 如果你放手让小朋友去做 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 跟你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你顶多在旁边协助 比方说他需要你捡东西的时候 你帮他捡 他需要你提供意见的时候 你提供给他 但是你不应该是 完全的涉入去主导他 这个就是有时候 这个大人就会觉得 小孩子来做笨手笨脚或者是很慢 所以大人就抢过来做 一做下去小孩子就不想做了 因为他觉得都你在讲 那干脆就全部给你做 那其实这个暑假作业这种东西 倒不是最后那个成果多少分 而是过程 是整个过程 那个你们亲子共同享受 甚至说你协助小朋友完成 他自己的暑假作业 让他自己很有成就感的那个过程 对 因为你主导太多 你涉入太多 其实你等于是剥夺他的思考 然后他做的过程 跟他最后完成的那种结果的成就感 你完全都把他剥夺 因为他就只是照着你的方式做一个 对 因为有时候小孩子 他因为不懂得怎么做 所以他们用他独特的这个个人的做法 反而会有意外的效果 并不是说东西一定要怎么剪 他才会漂亮 然后呢 这个张姐我要推荐的一个是 零用钱不够时会跟爸爸妈妈拿 有一些父母就是已经开始固定 会给小朋友零用钱 好比方说规定一个礼拜给多少 或一个月给多少 那小朋友呢 这样很好 因为你可以养成小朋友就是 自己把钱存下来 要去买自己东西的习惯 自己去控制自己的消费 可是如果当小朋友的零用钱不够 但他有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呢 怎么办 小朋友是不是会跟你开口要 你会给他吗 当然这个时候一定要杀车住 绝对不能给他 你应该是告诉他说 如果你现在钱不够 你可以等到下次领零用钱 存到足够零用钱再去买 因为如果你现在因为他不够 你就给了他 你想想看 他以后如果出了社会 或者等他再大一点好了 他可能因为不够钱 直接跟同学借 然后再大一点呢 就是用信用卡去借 那是不是就是变成自己 欠债很多 这样子会让他过得很苦的日子 因为他就不断的一直在过这种 借钱的生活 因为他觉得现在不够嘛 借一下就有啦 所以重点是如果假如你先透支给他的话 零用钱还是要扣回来的 绝对不能够说我额外再给你一笔钱 让你满足你的欲望 然后你完全不去考虑说 这笔钱怎么来 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超过你的 这个消费能力这样子 没错 最后一个章节叫做 这些坏习惯会让小孩变得不在意家人的 这个感受 先来讲一讲 第一点我觉得蛮有感受 到吃到饱餐厅用餐 总会有剩下的食物 没吃完 反正我们吃到饱已经付了钱了 那没吃完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错误的观念会造成小孩子 以后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对而且他会很不珍惜 特别是啊 因为他不珍惜食物 你看珍惜食物我们 这几个字我们看是很简单 但是他所谓珍惜要从哪里开始 其实从原端 比方说去从生产那个食物的人 然后到运送这个食物的人 到把他把这道食物清洗 然后烹饪成到我们桌上的家 咬的那些人 都是我们应该要珍惜要感谢的 可是吃饱饱餐厅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因为已经付了钱了 就算我们多拿了 不吃完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付钱啊 所以其实父母带小孩 带小孩子到吃饱饱餐厅的时候 你应该要教他的第一件事是 只拿你吃的下的吃的完的 不要多拿因为你多拿那些东西就浪费 餐厅也不可能再把它摆回去 他就是倒掉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的是 你只要告诉小孩子 不论在任何时刻都要珍惜 应该要珍惜的东西 就算到吃到饱餐厅也一样 那在吃饱饱餐厅厅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有些人会吃的满桌东西 或者甚至掉的满地东西 通常这种人啊 其实他就是像刚刚的那种 金明应该一直讲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东西付钱了 所以这些食物被我这样糟蹋 是无所谓的 虽然你在餐厅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 你不用特地跟小孩子去指责对方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样的现象 让小孩子知道说 你应该要珍惜食物 要爱惜食物 珍惜这个把食物送上我们餐桌的人 对啊 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付完钱之后 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个食物生产者 我们要对他有一定的这个尊敬 那他很辛苦种出来或养出来的东西 我们如果吃得下 当然我们可以吃 如果吃不下 我们不能够饿欲去浪费 而且吃到饱餐厅 东西随时都可以拿 所以我们不用一次拿 很多可以分批慢慢小量的慢慢的拿 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介绍的是 功课没有做完就不去上学 为什么提到这个 因为其实现在的小学生啊 老实说他们功课真的还蛮多的 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没有做完我不敢去上学 怕被骂 怕被同学笑 对 那我们长远一点来讲的话 功课没有做完就不用去上学 那如果说现在你是个有悲业绩的人 业绩不到你就不用上班吗 是 对真的我真的有遇到那种他业绩不到他就请假了 可是问题是你请假你更不可能去冲你的业绩 也追不到你的业绩 你只会业绩越来越烂啊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逃避的心理 你应该是好既然我没有完成 那我还是去 然后而且是去面对他 对 而不是说我现在没有做完我就不去上学 好那这本书呢是我们的日本作家 天岛英子所写新自然主义所出版 这些看不见的能力比成绩更重要 那这本书分为五大章节 那每个章节都有一些坏习惯 会让小孩长大影响他们的一些不好的一个生活 那最后何乔再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本书 我这样要想的是 所以如果很多父母 你现在已经可以在想象小朋友以后是怎么样 是做什么工作 然后待什么样的公司 甚至嫁什么样的人或娶什么样的人 我真的希望说你可以就是以身作者 当你在孩子身上看到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时候 你可能也要静下心来想想 这些坏习惯是不是就是你带给他的 因为如果你希望他以后 他是一个为人正直 内心善良 然后也希望陪他度过一生的人 是一个懂得尊重异性 不会暴力相向的人 那你现在就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去教导他 好谢谢我们新自然主义的编辑 何强为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些看不见的能力比成绩更重要 谢谢 谢谢